副将卢飞想要逃命 他刚跑到胡同口 遇上个潜衣服的 谁啊 正是在侍卫啰嗦 你说巧不巧 啰嗦怎么到这了呢 上文书我说了 啰嗦报事不明 被卢飞一脚给踹外边去了 而啰嗦可踹得不轻啊 等他起来 正好一群卫兵带了下来 这里有很多人认识啰嗦 哎这不是啰嗦吗 是啊 哥几个前方战事如何 哎呀还战事如何快点走吧 全员军队全打进来了 我们不少弟兄都战死了 一会就打到这里快跑 啊那那我跟副将军说一声 别管他了 现在自顾自己命快跑 旁边说快啊快点 嘻了哗啦这些人过去 啰嗦也何解 我呀也跟着跑吧 他拎根木棒 跟随那些人也跑 往哪跑啊 轩辕兵没费多大劲就杀进城里 赤油兵全乱了 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 各自为战被人家分割包围 死伤无数 很多都举手投降 你想啊 副将卢飞都跑了 何况啰嗦呢 没这种跑啊 前面这伙卫兵 左冲右撞 没有多长时间 全部报销了 不是被打死 就被人家活捉 啰嗦呢 啰嗦没事 怎么 他跑在最后边 一看前边有轩辕兵 他转身往回跑 心想坏了 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怎么脱险呢 哎 有了 我现在穿的是吃油的后肩 跑哪都都被人发现 我听说轩辕仁慈 对百姓秋毫不犯 我要是能够穿上一身 老百姓的衣裳再跑 他们就不会对我下手了 那位说都扒光了吧 不行 你看老百姓光着膀子 人家身上油黑油黑的 被晒的 啰嗦和这些吃油兵啊 养得肥胖肥胖的 一看就要认出来 啰嗦着急上哪找老百姓衣服 正犯愁呢 路过一个胡同 卫兼发现 胡同那块有个人 慌慌张张正往这跑 一边跑手里还滴了裤子 啰嗦下 这是天不觉我 我想什么来什么 这不就一个现成了吗 我把他打死 穿他的衣服不就得了 想到这儿 他躲在胡同口旁边 把手中木棍 高高举过头顶 再说胡同口 跑来的人谁啊 正是卢飞 卢飞挺小心 他伸出脑袋往两边看了看 啰嗦躲在胡同口西边 卢飞呢 往右边看 把后脑勺让给啰嗦了 啰嗦一看 急不可施啊 他抡起木棍 照定那位的脑袋 啪就一闷棍 正打在后脑勺上 卢飞就觉得眼前金灯乱晃脑袋 嗡嗡一声 腿一软 就倒下来 他这一倒下的功夫 脸还撞过来 还问一句 谁打我 说完人也倒下了 啰嗦也把卢飞认出来了 哎呀 这不是我们副将吗 哎呀 打错了 哇啰哇啰 这要是让别人看见我 这是一小犯伤 我的小命可就没了 哎呀 怎么办 他又一拙吗 别啰嗦了 我既然把卢飞给打了 趁着别人没看见 我快跑吧 想到这 把卢飞的裤子扒下来 自己穿上 跑了 卢飞怎么样啊 光着屁股躺那了 这时候 战斗仍然进行 在没有防备和组织情况下 守轩渊秋的石油兵越杀士气越低落 越杀越没有抵抗能力 最后闹了一个全军覆没 光投降俘虏就多达两千七百人 战斗在黎明之前结束了 有雄兵进了轩渊秋 封后传下命令 打走战场 宣防安明 不是出把安明呢 哎 当时文字不同意 写出来没人认识 所以只能够说 喊 派人敲着主统子 走街 串向的喊 告诉百姓不必太怕 石油兵已经全军覆没 轩渊皇帝 带着有雄兵 又回到了轩渊秋 另一方面 轩渊下令 优待俘虏 把那些主动投降的 吃油兵 受伤的给包扎抢救 身体好的 压在一旁等候处理 在丰厚陪同下 轩渊走进了轩渊秋 故地重游港凯万端 这是朝霞升起 东方已经发亮 轩渊走过 洒满鲜血的街道 来到自己曾经 诞生和成长的地方 四处望望 哪有旧日的风光 处处残垣断壁 处住烂屋破墙 处处萧条落败 处处黯然凄凉 十户 一空九户 一户人家 半树黄 轩渊触景生情 也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 是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 终于收复了自己家乡 难过的是 美丽的家乡 如今变成了 这一般模样 哎 轩渊来到一座院落前 对方后说 这就是有雄部落 联盟酋长住过的家 你看 又前方宽大的房子 就是我父亲 就是我父亲少典在世 与部落首领们一世的地方 如今 哎 学员已经说不下去了 封后看看这座院落 破烂不堪 房顶已经不少塌陷的地方 也不住的摇头叹息 呵呵 哎 学员看封后笑了 你笑什么 陛下 我笑的是吃油 真是个短命的魔鬼 哦 此话怎讲 陛下 吃油 有本事 有能力 把天下 打下了大半 把这么一座 美丽富饶的学员丘 爸站下来 按理说 应该对这里开发修善 使其继续为他所用 可是他没有 他夺取而不维护 占领却不修善 哼 由此可见 他们自己已经明白 不会长久占据此地 所以我说他是短命的魔鬼 学员听了 也苦笑了两声 两人刚走进院子 后边一阵急促脚不胜 登登登登登登 常先快步赶到 常先 城内情况怎么样 回陛下 现在城内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击毙敌人2200多名 俘虏2700多人 脚货粮食无数 柴草15多 牛九百头羊 一万三千只猪 六千多 哀汤副将 就是那个夜入皇帝宫 盗取镇图的草上飞 卢飞 已经被活捉 哦 轩轩说 把龙飞抓住了 怎么抓呢 这事情奇怪得很 是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抓住龙飞了 士兵在打倒街道的时候发现路口 倒了一个人 这个人全身一丝未挂 后脑勺有伤 我们还以为啊 是老百姓 敲开府进老百姓的门 叫他们来电人 这些老百姓都晃脑袋说不是 我们就把他放在大街的路口了 正赶上士兵 押着俘虏打那经过这些俘虏 看见这位嘀嘀咕咕的 引起我们注意 我们就让俘虏停下来 问他们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有个俘虏说 认得他就是副将龙飞 我们这才知道 本次抓住最大的敌将将领 就是道阵图的草上飞 哦 谁把龙飞击倒的 要记大功一件 是啊 现在也没人承认 龙飞是被他打倒的 这位怎么躺在那 谁打的 现在一无所知真是个谜 宣言和风后都觉得奇怪 这谁干的呢 常见说 不用问了 肯定是老天有眼 天神相助 也许天上降雷给劈倒的 也不可知 不会 昨晚上有月亮 没下雨 怎么会骚雷劈呢 哎 陛下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肯打雷不下雨 这是有的 风后说 好了好了 既然龙飞被勤 这是好事 嗯 咱们该审一下 甭审了 到现在还没醒呢 我们让巫医看了看 说这个人呢 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我要拿现在话说 他是脑震大 这会草上飞 一时半会儿飞不了 不但不能飞 醒都是个问题 那好 派人看着他 是 常仙领命 刚要走 宣言说 常仙啊 辛苦你了 不过能者多劳 我们不能带着歇兵 在这里先留下三千兵 其余人 按照原定的办法 迅速向东南推进 尽快与大连和大臣的 部落兵会师啊 陛下放心 臣一定不如使命 常仙说罢 转身飞奔而去 风后和轩辕 目送常仙走了 转身进了院子 推开上房的木门 就见靠北墙 有一张桌子 左右两侧 有席踏坐垫 旁边一名侍卫说 这是敌人的降临服 哼 风后看了看 好气派的房屋啊 轩辕球的建筑 也就是这一处 保存完好 哦 里边还有屋子 里边还有内饰 他们走着进去 轩辕说 当年我和父母 就住在这里 风后听了 感慨万千的叹了口气 是啊 这真可谓 物归原主了 轩辕说 嗯 可我父亲 再也看不到这里 说到这儿 泪水 模糊 雙眼 风后一看 这勾起轩辕的伤心事 十分不安 赶紧把话题岔开 陛下 石油兵 性情残暴 残酷无情 如果乡城被打开 后果 将不堪设想 轩辕听到这儿 擦擦泪水说 是啊 我们的赶快派兵 可是不知道 黄河渡口的敌兵 情况怎么样 就在这儿 立木 腾腾腾走进来 陛下 我已经将黄河附近的敌兵 全部消灭 好啊 立木啊 你辛苦了 他一看立木身上 布满了灰尘和血迹 快 到院子里 搬得也是灰尘洗一洗 我还有重要任务 交付你办 什么任务 陛下你说吧 先去洗脸 脸什么时候洗不行 立木啊 陛下让你洗脸 你还要抗旨吗 好好好 我洗脸 真麻烦 来啊 快给我打嘴 轩辕风后 见此刑警 笑了 立木出去的 马里回来也快 陛下 我洗完了 脸一看 扑子全乐了 怎么 还不如不洗 这一下成了五花脸了 用水把那血迹和尘土混合到一块 一道一道的 你这脸怎么洗呢 哎呀 陛下 有什么事 你快说吧 轩辕一想 也别让他洗了 告诉风后 你说吧 风后说 立木 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援救秦川 救秦川 对 你带战车一千辆 步兵三万 功努守四千 去消灭 吃木拿的 敌兵 然后呢 直接渡过黄河 向东推进 届时 我将于 黄河北安会师 你在这吃完饭 便可出征 立木青让自己去救援秦川 非常高兴 好啊 既然如此吃什么饭 我这就动身 他也不顾 轩辕丰厚的再三挽留 快步如飞走了 君臣二人 又在院里 转了一圈来到街面 此时遇上三概 现在的街面呢 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很多老百姓出来了 说这 轩辕丘内 由于吃木拿破城 时对百姓进行屠杀 保住性命的仪 寥寥无几 十几年来 这里百姓受尽了 吃油兵的残酷压 终日过着 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的日子 昨天夜里 突然听见 震天的沙声 吓得惊慌失措 有的夺门而跑 更多的是 全家抱着一团 躲在墙角 不敢动态 直到黎明 战斗结束 才听见外边有人 敲着竹筒子 宣读安民榜文 说是皇帝 宣援领兵 打回来了 老百姓都半信半疑 也有那比较胆大的 打开门 往外边看了看 又占着胆子到街上 发现士兵在打扫战场 浩坎穿戴和吃油兵不一样 上前一询问 这些当兵的客气的很 告诉我们是 轩辕皇帝的兵 吃油兵被赶跑了 轩辕秋 就回到我们手里了 你们不要害怕 都出来吧 这卫星是真的 赶紧回家 把这好消息 告诉家里人 然后通知左那右舍 时间不大 整个轩辕秋的百姓都知道了 我们酋长打回来了 我们皇帝回来了 大家兴奋的跑出来 在街道上 欢呼跳跃 互相问候 是悲喜交加 轩辕和风后 一看百姓这么高兴 心里格外痛快 又看百姓瘦弱的身子 心里一阵酸痛 马上传令 参加百姓一搏鼠粮 将领们领将命令 就在十字大街 设立散粮处 让百姓排队领粮 消息传出来 轩辕秋 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 有的拿着瓢 有的拿着空葫芦 有拿竹筒子的 带着排队领粮 轩辕亲自在现场 督促散粮 丰厚 维持秩序 轩辕看着父老乡亲 瘦弱的身体 和对粮食渴望的眼神 山人泪下 轩辕怕人看见 用手 眨眨眼泪 当他把泪水擦干 手刚一放下 嗯 吓一跳 怎么面前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着一个人 就看这个人 胸骨突起 长发披肩 面颊塌陷 颧骨高踪 瘦得 披包着骨头 看着脖子 就是一根大筋 挑着个脑壳 食指伸出 如同鸡架一般 这个人 正用昏黄的眼睛 看着自己 轩辕见此人 有些面熟 但是一时之间 还真就想不出来 这人是谁 他刚一迟疑 那个人先开口了 轩辕 你不认识我了 说话是 少气无力 呃 你是 我是 中康啊 哦 轩辕一听着名字 认出来 原来 这个自称叫 中康的人 是轩辕的发小 怎么叫发小呢 就是从小和轩辕 两人一起玩 一起从小到大 自从轩辕秋被吃油 偷袭之后 两人就失去联系 轩辕才以为 自己的朋友 中康已经不在人世 没想到今天 在这儿老友相见 看见中康 鼓授临寻的样子 上前抓住 中康的双手 哎呀 你是中康哥哥 是我呀 中康啊 你怎么显得 这么苍老啊 中康眼泪下来了 轩辕 赤油贼兵破城之时 我老母亲有病 不能走 我们一家子 还没来得及跑 城池破了 我们就落入 他们的魔爪之中 老母惊吓过度 一命呜呼 我的妻子也被 也被赤油兵 哎 不说了 说到这儿 中康已经是 气不成声 我落个 家败人亡 开始 我想逃出 这个地方 没想到 跑到半道 都被他们抓回来了 严心 高达 好轩辉 没把我打死 正赶上 当时 再何别要修筑公事 缺少人手 我才免于一死 不然咱们见不着了 我在这儿 做了十几年代 摇曳 受的苦 一言难尽了 轩辕说 那你家里 有没有亲人 没了 家败人亡 就生于我自己 有时候 我就不想活了 我想随着家人去 可是我不甘心 我琢磨老天爷 就没有眼 就看着这些 祸害百姓的妖魔 我不信这个邪 我想 总有一天 这群人 要糟 抱呀 我留着口气 看看他们的下场 终于 我终于 盼到这一天了 轩辕也跟着掉泪 你说的对 邪恶 必然最终失败 乌云 已经散去 你不要难过 等消灭吃油 我一定帮你成家 以降天伦之乐 谢谢你 不过现在 我有个请求 你说吧 只要我办得到的 我一定尽力办成 不求别的 你让我跟你去打吃油 我要为死去的乡亲 报仇 说到这儿 有些激动 觉得脑袋 嗡嗡之响 身子晃几晃 怎么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 体力透支 导致激动 使脑部供血不足 现在说是低血压 低血糖 他差点摔倒 被轩辕一把扶住 轩辕心说 这样还打仗 连兵器都拿不动 你上战场 还得跟两人掺着你 你就留在轩辕丘 一方面 僵养身体 另方面 料理这里 父老乡亲的事 等你身体好了 再跟我走 我马上要出发了 啊 你还走 你上哪去 仲康兄啊 我要到乡城 找哀汤 报仇 请不吝点赞